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關心今天這個農業氣象 我們今天的天氣是很穩定的 明天的天氣也是很穩定 明天最主要是受到這個淡南風 還有透南風的這個環境的影響 所以天氣可以說是可以看過頭 比較少的天氣 不過在我們的冬天沒有在過 因為有這個淡南風 所以因為身影方面在過的這個關係 所以也是一樣有這個地震的準確 如果是山庫有的稍微注意 也是一樣會有這個細胞的機會 所以如果是要去山庫特別注意 今天這個農林油木小弟 要給大家提醒的就是高改廠 高改廠提醒大家要留意洋蔥田區的整理 避免碳區病菌的殘存危害 那麼像這種洋蔥的碳區病 是比較耗發在排水 如果不良有這個激淹水的情況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容易有這個碳區病 或是一個比較高濕度的環境 那麼下個禮拜有提到奧列白 其實因為有這個封面雲氣 或南下影響到台灣 可能會帶來比較多的降雨 所以田區還是要特別注意 排水的這個設施 要趕快檢查一下 看是不是排水都有暢通 那麼另外我們南改廠提醒大家 近日天氣炎熱 要特別注意防範倒熱病 要確實清除田間 倒熱病菌的這個感染源 那麼倒熱病的話也是一樣 在比較高濕度 還有溫度變化比較大的情形之下 環境之下會比較容易有這種倒熱病 所以未來幾天大家也還是要特別注意 最近的話 春天同樣的就是溫度變化比較明顯 另外就是開始容易變得容易下雨 所以整個環境會比較潮濕 就是這兩種病毒開始容易耗發 那麼接下來大家關心的就是颱風 我們今年的一頭的颱風 叫做黃蜂 可以看到它未來的話 它目前是在菲律賓的東南方海面 未來的話會沿著我們這個菲律賓旅頌島 會影響菲律賓旅頌島 接下來禮拜六禮拜天最接近我們台灣 會來到巴士海峽 到我們台灣東南海 東南沿海這個東南部海面的這個附近 接下來會逐漸的往東北方向移動 這是目前的預測的路徑 所以現在看起來禮拜六禮拜天 會最接近我們台灣 所以要特別注意 目前也還不能完全排除這個颱風 是不是會直接影響台灣的可能性 後來幾天提醒大家特別關注 那麼目前看起來的話 直接影響的可能性 雖然是比較偏低一點 但是還有一些變化的空間 那麼另外就是下個禮拜 剛剛提醒過大家 下個禮拜的話 會有封面雲西南下 那麼這個的話 也可以說是今年的梅雨季的第一道 這個梅雨封面 水氣量是比較多的 而且有水氣的比較明顯的 這個強風軸出現了 所以提醒大家 下個禮拜我們台灣附近的水氣 氣候比較多降雨的情況 也會比較明顯相當的顯著 那麼好消息的話 就是有可能對我們台灣 這個中南部地區 目前比較缺水的一個情況 可能對這個水庫 可以抑注一些降雨的來進來 那麼可能要特別注意 就是如果說 瞬間的這個雨勢太明顯的話 也有可能會造成這個危害 所以提醒大家 下個禮拜的話 要趕快提高警局 那麼最近幾天有一些空檔的話 檢查一下我們這個田區 這個田間附近的排水設施 是不是都有完善都完備 因為即將要進入汛期了 除了梅雨封面之外 還有這個颱風季 所以呢 也是要提早做好準備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 什麼地方比較容易下雨 什麼地方比較厚 在未來幾天 有的在禮拜之前 都是水氣比較少 主要就是說我們山區 可能有這個第三個這個 十八個所以在未來四天 可以看到 差不多是我們的當部地區 可能第三個順頭 另外就是說 在我們的山區這附近 可能有這個 叫部地區有這個 十八個 發生的這個機會 所以在未來幾天 有這個第三個順頭 西班部地區 有機會可以說 是降雨的機率 都是比較偏低的 都是比較炎熱的天氣 所以以上的天氣 天尾大家也提醒大家 接下來就是訊息了 趕快做好這個準備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農業氣象 那明天再次再會 明天再次再次拍一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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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